大家好,我是小琪 还记得我去逛花市的时候捡漏的那个九瓶栏吗 好几年的时间了 好多话说你是不是把它养死了 第一年的时候是在花盆里养的 到了第二年我就把它挪到地里了 你看它底下的根茎已经明显的变大 而且已经长到地里了 特别是顶部的叶片 顶部的叶片就像一个伞一样 就像一个喷泉一样 看着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心里长出来叶子有多好 而且老叶片也没有干枯 证明在我这的环境还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我是地在 因为我是在花盆里 它是不耐寒的 如果说冬季你待到外边 在北方地区就会冻死 如果说你有花盆的话 你可以待到花盆里 当然你在花盆里再赔的话 尽量去用透极性好的方法也没有问题 今天的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状态是不是非常漂亮 有好多话说 我买到九瓶栏怎么还养不好呢 九瓶栏一定要记住它的旗性 你去种上以后 你放到室内不浇水的话 一年两年它死不了 但是要想让它长得好 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光照充足的环境 它是洗光的之物 你一直放到室内不见光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要见光 其次呢浇水要跟上 一般的话盆土干透再浇透就行了 而且它的根是比较粗的 即使盆土干了一两个月 您是看不出来的 尽量的保证充足的浇水干透浇透 再去保证环境的通风度 肥料的话不要用太多 一个月到两个月用一次 这样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尽量的不要用高单肥 用通用的肥 比如通用的营养液 比如我们制造的复合肥 这样都是可以的 这样就能够养好 它是一种比较好养的懒人花卉 浇水多了容易烂 浇水少了反正会能养好 如果有地在调点 再有地下就可以了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薰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